大家好欢迎收看投资轻松聊 我是林承映 我们以前的话呢 这个节目叫做林承映投资密码 那后来呢我希望说 跟大家比较快乐的轻松的 来聊聊投资的东西 所以我们改叫做投资轻松聊 台湾的景气和产业的话呢 的机会啊到底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在哪里 那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聊过一个东西 就是说呢 现在到底能不能做投资 各位我们提过说投资其实是比较的问题 现在的利率这么低 你不投资要做什么呢 放在银行的话能够甘心吗 放在银行的话连通膨都没有办法打败啊 但你就会担心说 那我投资的话进场万一要是 套牢怎么办赔钱怎么办 其实投资的时候我们是看比较长远 很多时候呢 你要进场买进并不一定马上赚钱 但是长期的话 如果挑直优的标的 在回挡的时候去做布局啊 其实他你获胜的几率都相对高了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所以说现在到底能不能投资呢 资金啊真的是很宽松啦 然后啊景气有一点好转的迹象 这是制造业的PMI 我们在先前跟大家讨论的 全球的主要国家的PMI嘛 就是采购竞争指数 那现在制造业的话 我们看最右边 我们讲说50是一个关键了 那之前跌破5048.2 现在最新的数字回到50了 那回到50的话呢 就是因为它还没有代表它继续的往上 这动能的话还没有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判定就是说呢 有见到底部的一个迹象了 那但是呢 有没有继续的动能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做观察 那当然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啊在先前的时候 曾经在2015年2016年 哇这一破50下一段时间 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2015年的下半年 到2016年的年初 那段的修正好几个月 而且修正的幅度跟时间都比较长一点 那现在的话呢 幸好在去年底的修正 然后在今年马上谈上来 然后这个景气的话稍微一点下沉的迹象的话 又开始出现好转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在今年台股的话 那么充满了机会 好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 那说充满了机会 机会到底在哪里呢 因为股票还是要反映基本面 所以我们看到说呢 采购经营指数是这样 这里有蓝色的有黄色的 那黄色的代表什么呢 8月份的调查 9月份的时候代表的调查是蓝色的 那我们提过说50是一个关键 所以当这个数字高于50的时候 代表说企业的展望比较好一点 那目前来讲 这制造业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六个部分 六个部分里面展望比较好的 比如说像是化学生技医疗 那你看电子与光学 是继续的高于50 各位电子与光学 因为占台湾的股市的比重大概50% 所以当电子不错的时候 其实台股就不会太差 我们也看到在先前的一段时间 台积电创下新高 然后外资对像大力光 这样的公司的话 也是开始调高平等 那但是有些比较弱一点 比如说食品和纺织 基础原物料 然后电机机械设备的话比较弱 那交通工具的话 出现好转的一个迹象 当然我们如果再看细一点的话 就是说再看未来六个月 未来六个月的数字并不强 所以呢这里有出现这个迹象 但是在先前跟大家提过 就说叫做资金滚烫 景气维温 钱满为患 那但是因为景气不够强的关系 所以冲一段的话呢 就是企业的获利或经济成长 跟不上来 它也会出现拉回 所以你投资是这样 因为利率很低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做投资 那投资的时候不是请大家去追高 而是回的时候 那找景气还不错的产业 那里面有龙头股 或者是说你如果选股票 你觉得很担心你买ETF 那逢低的话再做布局 但是好的时候就不要追了 因为我们刚刚提过说 景气是维温了 后面的展望不够强 所以它要喷 喷不到哪里去 但是要回的时候呢 逢低会有买盘 因为现在利率太低 我讲好几次重要的事情 讲三次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这个是台湾的非制造业的PMI 我们看它整个的趋势 是有点往下的 幸好大于50 但是基本上趋势是往下 这代表就是说呢 动能不够强 又跟大家提了一遍 这个观念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哪些比较强哪些比较弱呢 目前来看的话 8月份的话是黄色的 然后9月份的话是蓝色的 那蓝色的的确有些是不错 比如说呢 好几个产业的话呢 其实目前看来都不错 那比较弱的就是什么 批发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弱一点 那另外先前展望非常好的 那现在呢还不错 但是好像有点降温的 就是资讯即通讯传播啦 不过跟我们大家呢 可能比较有关的 营造即不动产 这就是房地产业的景气 最近房地产业的话 有一些专家提到说呢 今年有一个春暖花开的现象 但是呢 没有这么大涨的一个条件 不过至少的话 出现底部放量的迹象 底部放量就交易比较活络嘛 那交易活络的话 业者就至少会有机会的话 从中间赚到合理的利润 但是你要有超额的利润 目前的话是没有这个大环境的条件了 那另外呢 占指数还蛮重要的就是金融和保险 最近也看到资金有回流的这个迹象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未来六个月的景气呢 因为中间在后面有一项调查 叫未来六个月的景气 其中展望比较乐观的是营造即不动产 所以这可能跟台商的回流 还有资金专法 那么这一些政府的一些利多的政策 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族群不是现在盘面上的主流 同时呢 它也还没有吸引投资大众的目光 不过当它的景气慢慢复苏的时候呢 由于像不动产相关的产业 我们常常提到说 它是一些行业的火车头 就当它好的时候呢 比如说可能建材也会好啦 然后呢就业力也会增加啦 然后仲介业者也会增加啦 甚至于连这个不动产投资信托的基金 就像瑞子这种产品的话 它的表现的话也会不错 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范围比较宽广的情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提供我们的景气啊 就是即使下涨的时候呢 也会有所支撑啊 这倒是值得留意的一个现象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景气呢 往下走的制造业有好转 但是呢 原本还不错的非制造业 有点出现降温的迹象 那么大家对于未来的话 都觉得不确定性很高 不过如果降温下涨的幅度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投资的时候呢 以逢低来做布局 然后上涨的时候呢 不做追高 或者是呢 做一些减码 然后逢回再来去承接 震荡来回操作为主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谢谢您的观看